各位,随着Omicron变种病毒株流入社区 新冠病毒第五波的威胁 已经到了一个严峻的地步 变种病毒株不单止进入社区 还出现传播链 大家都知道 Omicron传染力强 从欧美等地区的经验 每日生增确诊个案可以达到十万计 面对这个海啸式增长的威胁 特区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 务求尽早撤断本地传播链 务求在大火之前全力撲灭火种 香港在短短几个星期 已经接收了百几个Omicron病人 如果疫情在香港出现海啸式爆发 我们的医疗设施将难以应付 所以我们一定会配合政府 采取果断的措施 去对抗今次疫情 面对新一波疫情的威胁 公立医院会以有效和适时的策略应对 首先 我们会提升整体应对疫情的能力 在隔离设施方面 我们在1月2日 即是本地传播链出现之前 已经重新启动 亚洲国际博览馆社区治疗设施 额外增加了500张隔离病床 接收病人 万一有更多病人 我们更加会启动 亚博览馆其他展馆 改造隔离设施 我们已经准备好 随时动用其他公压医院的 一线和二线隔离病床 去接收病人 确保有足够病床 接收病人 在人手方面 我们已经全力调动人手 同时也会增加兼职人手 以及特别财金 进一步增加人手 应付可能出现的庞大工作量 我们也会提升培训能力 加强人手调配的灵活性 我们也加大了化验室的检测量 我们的化验室 现时每日可以处理 15,000个病人阳本 为他们进行 变异病毒株的初步分析 帮助医护人员 分流病人 我们也确保有足够的装备 去应付疫情最新发展 包括处备超过6个月的 个人防护装备 足够治疗新冠肺炎的药物 我们也会留意全球的最新发展 搜寻有效的治疗药物 我想向大家保证 无论什么抗疫物资 只要同事和病人有需要使用 我们一定会尽力确保有足够供应 无论什么措施支援到同事 我们也会考虑 希望大家放心 应对疫情的另一项重要策略 就是严控医院感染风险 除了为同事提供足够的装备之外 我们也会做好病人分落 确保有需要的病人得到适切的治疗 例如将隔离设施留给有需要的病人 同时我们会尽量减低医院的活动 包括暂停官式活动 和年底的聚餐 减少会议等等 为了减低传播病毒的风险 我们要再次收紧公立医院探访的安排 除了因素情况外 所有探访安排都会暂停 这是一个很难的决定 但为了保护病人和医护人员 我们希望大家理解 一旦疫情舒缓 就会马上考虑恢复探访安排 现在是冬季服务高峰期 公立医院急症室和原诊都很繁忙 住院病床的入住情况也已经保护 在这么击逼的环境 感染风险会无可避免增加 我呼吁去公立医院求诊的病人 要尽量配合我们 如果有外游记录 特别是职业背景 接触过确诊病人 或者需要接受强制检测等 一定要主动告诉医院人员 等同时可以尽快采取 合适的防御措施 安排合适的隔离设施 以及尽快安排检测 前线人员也会提高警觉 减低感染的风险 在防范医院内感染风险方面 我们过去两年累积了经验 我有信心 在市民的支持和配合之下 我们这方面的工作会继续有效 另外面对Omicron的威胁 接种疫苗仍然是最有效的预防方法 我想呼吁大家 如果未接种疫苗 必须尽快接种 在适当的时候 也要尽快安排打第三针 加强对自己和对身边人的保护 我们也会积极鼓励病人接种疫苗 同时也会配合政府推动疫苗的工作 最后我希望再一次感谢两年来 一直紧守岗位努力工作的医管局同事 我们在抗疫路上克服了一波又一波的难关 为保障市民健康罢关 同时也都感谢配合医护人员工作的市民 你们的合作和支持 是我们全力以赴的动力 多谢大家 多谢大家